各位好歡迎來到ND6系頻道 今天跟各位帶來的一樣是我英國的天梯對戰 那這次面對的又是惡徒慢人 我現在看到惡徒慢人呢 大概很高概率是要打商業時代啦 不過我也有看過打那個 其實也蠻多打那個城堡時代的 也是有配音炮的什麼的 反正惡圖曼 我覺得強度也蠻高的吧 而且因為村民不用升的關係 其實他可以省下蠻多 注意力在村民身上 那當然一直都有人在說 蓋那個清真寺 清真寺蓋下去可以提升那個村民的 研發速度 就是生產速度 因為他是自動生產不用耗任何食物 那惡圖曼的特性呢 其實就是他的火槍兵 血量非常多啦 雖然傷害好像比較低一點 但是因為血量多的關係 那個數量多起來其實還是蠻可怕的 我覺得蠻難壓制的 好那我一樣是 玩這個因果 那這張地圖呢叫做什麼我也不知道 我沒有看名字 地圖名字我還在記 記不太起來 那總之這張地圖呢會給一個 刺猴吧我記得他旁邊有一個 寶藏會給刺猴 一開始的寶藏其實蠻重要的 像這個蒙古刺猴 而且有蒙古刺猴一開始探圖真的是蠻爽的 然後這張圖呢 就還會有鯉牛 有沒有 就是外面都會有這個鯉牛 我收集了蠻多的這一場 我覺得這還是蠻重要的資源 就是他的肉會慢慢成長 這跟二代不一樣 二代的羊就是固定的肉 那也沒幾隻 可是三代是可以那個外面找到牛之外 你也可以自己蓋農場 牧場吧 然後蓋牧場可以 蒸那個羊出來 還蠻有意思的 反正你就是放著他會慢慢養肥他 如果你有那個牧場他會養更快 那前期的部分一定都是這個探險者 在彼此的互相 找寶藏嘛對不對 這邊就有一個不小心沒注意到 好被對方解竹先登 算了 沒關係我現在把鯉牛偷了蠻多隻的 你看 沒有超多鯉牛 我開一下那個戰物給各位看一下 大概這種感覺 反正 有那個蒙古刺猴其實還是探蠻快 就是很容易知道什麼情況 那對手的話呢 他是 把那個蒙古刺猴跟他的那個探險者放在一起 可能 這樣其實我認為是不太好啦 就是分散去 搜索會比較好一點 因為蒙古刺猴我看他怎樣 他打守護者 都沒有特別加強 他真的就是拿來當偵查兵的 一開始就是拿去 多偵查一些東西 那這一場的話 我看一下他是帶什麼 ok 我通常看到他第二個時代有這二圖 二圖曼火槍兵跟那個輕騎兵 我都覺得他應該就是想要在 這個商業時代打我了 然後我就我都有這麼這麼的感覺 不過那個牌組還蠻中庸的 算是他如果要打 那個要塞也可以打 因為他第三個時代也是有那個 欸 有那個鷹炮那些嗎 就是也是有單位 我看一下 對對對 就是也都有那些鷹炮什麼的 還有這個惡圖曼炮兵 有的沒的 那 對了我要再給各位看一下我的卡片 其實 上次是不是也是這一套 我就忘了 反正我這次是準備這一套 好像不是我上次好像準備維吉尼亞 這次不是這一套 我這次套叫做防快攻 但我覺得應該是有啦 因為有帶這個城鎮民兵嗎 然後魔方的話是如果有必要 可能打野的打野 那打獵食物太少 我會選擇去用這個綿羊 養一波然後衝一波這個爆發 嗯 然後商業時代我有帶那個長弓兵跟火槍兵 我覺得這個還蠻重要的 如果被對方快攻的話 這個兩個兵卡 對我來講還蠻必要的 那有需要的話 這個火槍兵的傷害是可以升一下 如果 我信的我的火槍兵還 聚了一些數量的話 那 城堡就是 要塞時代的時候 我其實有準備了一張義勇騎兵 因為 有很多場我自己在打的時候 都覺得這個長弓兵沒升 上去沒有辦法強化有點可惜 大概就這樣 給各位參考一下 那一樣是前期的部分 然後這裡有一件他很衰的事情 我在這邊探這個寶藏 然後我探著探著 我就看到他兩個村民走過來的 然後我就知道這場要打快攻了 所以我現在很固定英國商業時代 我都是選少戰 選少戰 這個升級我都是選少戰 總督 這邊我就直接看到他下兩個均勻 他應該是打的蠻極限的吧 我覺得 他應該是把所有資源都換成這個 你看他幾乎幾乎就是 資源都是花在那個 他他該花的身上 看一下他 而且他商業時代其實上的蠻快的 這邊兩個均勻拉起來 我就稍微一時一時燒一下 因為還沒蓋起來之前 在三代裡面是蠻容易燒毀的 那以後把少戰先放在那個房子後面 以防他進來之後隨便亂燒 稍微的一點點建築學 把他混在外面 然後 俄圖曼的資源自己看一下 稍微看一下 他是前面應該就是開始生 那個俄圖曼火槍兵的嗎 他的肉消耗蠻多的齁 90的90的肉 那 其實我也忘記我的火槍兵消耗多少 這好像沒那麼多肉 哼 好 反正我也不管他到底消耗多少 我大概就是猜測他 就是一定會跑過來的 所以這裡就是等著等著他過來 那擋那個火槍兵最好用的應該就是我的英國 長弓兵 對長弓兵 我不會去跟他拼火槍的 暫時不會 因為現在這個情況我只要頂著少戰 然後用那個長弓兵跟他跟他打就可以了 對那我第一張卡送的其實是那個長弓兵 一開始我有講那個短快攻擊塔就是怕有這招 他這樣子一波衝過來我先拿那個赤猴上去頂 反正吸一點傷害算一點傷害 這其實 我的長弓兵只要佔定位之後那個殺傷能力我是覺得還蠻可以的 這一波這樣攻擊就還不錯 你看看他那個分數差那麼多 他只要把那兩波兵一升上來他其實那個分數直接追上來了 所以我那個三代的那個分數真的是 有時候你參考一下 前期想說我贏你兩千分嗎還好嗎 然後等一下他突然分數就暴漲了 okokok這裡很危險 這剛好他的部隊出來然後他會故意切近戰要來 砍我的長弓兵 那弓兵職業血量是很少啊你看這裡 哇哇哇哇 這多少這個 16個惡徒曼火槍兵 血量210有沒有看到 但我長弓兵是有22點射程的 好17點傷害 所以重裝步兵可以造成這個1.5倍傷害吧 1.25倍傷害所以其實還可以了 我這邊是用手動操作去慢慢點他的兵 好讓他痛苦 長弓兵操作起來也是很痛苦的 能點一隻算一隻齁 現在這種情況 沒有沒有在那個 然後我這邊還叫了另一張卡 冰卡 6個火槍兵吧叫出來 火槍兵也是有不錯的傷害的 而且因為我有長弓兵的關係那個 火槍兵 可以藉由這個長弓兵當作肉盾 他繼續升更多的惡徒曼火槍兵 對面這是一個火槍爆 那支援 看一下 好好好 還是很痛好不好 長弓兵要跟他站著對裝設不行喔 還是太太痛 好這時候我的火槍頂上來 可以 但是這個數量有點多 來 看險者也加入了戰鬥 射擊射擊我來跟他交換 然後看起來不行 他這惡徒曼火槍兵的血量實在太多了 這裡排隊槍兵的結果 看起來我的部隊 就是一個一個倒下 對方惡徒曼火槍兵還是很兇 但是這裡好像 因為長弓兵持續輸出的關係 我有沒有辦法把這波給逆轉回來呢 看起來好像是快五五隊開了 對方也是決定跟我拚 可是我後方還有繼續更多的長弓兵 正在生產當中 我也沒有落下 就是一直有在生產長弓兵 後方村民現在是23隻 對方是15隻 但惡徒曼這裡是沒有放棄一直在造他的惡徒曼火槍兵 我這樣趕快 給他生產弓兵做防守 而且 這個數量我長弓兵很難打 因為長弓兵一開始攻擊的時候 拉弓要時間 沒有辦法那麼快做攻擊 所以他如果衝上來我長弓兵會死 絕對不能直接這樣改 直接這樣開戰 然後這裡的話我看到他騎兵了 所以就不用講直接退 這個輕騎兵各位的觀念就是 如果你不是玩過三代的 輕騎兵在這個三代裡面的概念是 超級肉盾又超級痛 我自己是這麼覺得拉 他造價算是蠻貴 我記得要125吧 不過他應該是用兵卡叫的 這三個蠻重要的 因為他很貴 所以用兵卡叫起來是特別的划算 一隻320點血 很多血 那我一看到他出那個 輕騎兵我就直接就出五個 五個是那個毛兵 長毛兵 這一定要出 因為你不要想說三個而已 我用弓箭手射他 跟是一個二一樣對不對 射他沒有沒有沒有 你這個17點傷害 射在他身上還降0.5 還降0.75 乘以0.75 就是降25%的傷害 所以是很癢的 那輕騎兵砍那個工兵 是瞬間可以把他秒殺掉 所以這裡應該又是一波交戰的 雖然他分數落差差了大概1000分 他這個不強攻下來其實他也沒機會 所以他唯一的做法就是只能趕快強攻 不然他經濟其實也是落差蠻多的 這裡的話對手衝進來感覺沒有在操作的感覺 這裡我有點賺 然後家裡的話民兵把點出來 後方這裡的長工兵 戰裝之後開始射擊 頂著市政中心還有少戰 我的村民全部都收回去 那個長毛兵全部都去點他的輕騎兵 他輕騎兵一進來之後沒有操作好 所以這一波的話感覺就是送了 我就覺得這個看起來特別的穩 這個長工兵在外面真的是舒服的輸出 所有民兵出來緊急的做一個防守之後呢 還是挺成功的 長毛兵也是完全的收掉對方派過來的 所有輕騎兵 這裡後方的長工兵他已經沒有辦法局防我了 而且頂著少戰跟市政中心打 真的不是一個好 不是一個好想法 這個我打了幾次之後不會這麼幹 就是三代一開始你會有一個錯覺 你會覺得這一發一發間隔那麼久 沒什麼吧 可是你後來你會發現你那個單位 你會覺得你單位好像很多 可是實際上你打著打著打著 這兩個東西市政中心這家少戰 其實可以消耗你大部分的病毒 這邊的話我當然是打成功之後 就做一波反推 有沒有看到 結果結果我一直用那個移動攻擊 他真的不先打兵有沒有 然後弓箭手全部都在先打聖軍 我一直以為我A過去攻擊之後 他的智慧選擇會會先去打那個步兵 結果沒有他都先燒這個軍 不過這裡對方應該也是打不下了 所以就這邊直接GG了好不好 這場比賽就差不多是這樣子 比較短比較短 當然就 嗯 一個一個快攻的影片吧 我覺得這個好像其實還蠻常在三代發生的打法 有經常商業時代就會開始火拼 那這場的話二圖曼算是蠻極限的在爆他的那個 二圖曼火槍兵嗎 不過我應該一開運氣好 所以我一開始提前就看到他那個前置軍 所以我就已經花時間去打了 好場攻兵 後來一波一波換掉他的二圖曼火槍兵這樣換下去 其實資源上也換不過來 那我只要有流兵 然後再加上他剛剛最後那一波其實蠻失誤的啦 他衝進來這邊直接頂著這兩個 兩個砲塔打真的不太行 然後這裡 他其實也可以繞看看啦 不過 長攻兵在家裡防守 我覺得他要繞的機會也不太大 畢竟步兵 移動速度慢 那我長攻兵只要站在中間 原心射擊 我都可以顧及這所有範圍 那就宣告快攻失敗 我就 拿下這場勝利囉 好啦那這場比賽 差不多就這樣帶給各位 那我們再期待下次的 世界第五三的對戰吧 喜歡這個頻道的影片 記得不要忘記的訂閱按讚 我們就下個影片再見囉 拜拜 我愛你 我愛你 我愛你